那你還有沒有什麼就是跟開孔壁孔相關的那個議題想要跟我們分享 我想問一下所以貝姆的數據是依照壁孔的來製作 對 是的 當時是依壁孔 因為壁孔來講它每個孔都是壁孔 所以它的氣壓的卸壓會一致 我們想說它的控制本來就是一樣 但是在法國內多了五個開孔其實變數會比較多 但是法國人怎麼樣降低這個開孔的變數 他把它的氣速降低 氣量放小一點就不會跑那麼快了 衝擊一點小 是的 這剛好符合法國人的講話的一個口感 講話的一種 真的嗎 我聽法國人罵人也是很激烈咕嚕的 很快 沒有德國 德國是高一點 對 我要說平常說話的時候法國人是真的比較柔 比較 比較極的 對 超級價格也是 對 也很恐怖的 可是我要說的是他們 例如說語言這件事情是真的會影響到樂器聲 所以他們對於聲音的想像其實會呈現在樂器的形狀上 是 事實上我在收藏過程中 不同國家的樂器有不同國家的個性 吹法上也會不太一樣 這個主要跟語言比較有關係 對 所以其實各國 這也是說為什麼我要收藏這個樂器 因為這才有不同的美 如果說全世界吹頭一樣 那就買一把就好了 對 那吹吹頭上面有不同的一個風格 那這也更顯現在說 我們現在看到的樂曲 樂譜上面 其實這是樂譜寫不出來的 可是如果有機會大家可以透過樂器去演奏那個樂器 甚至說有時候覺得他為了這個樂器寫那個曲子 這樣子會覺得你可能在演奏上會更貼切 是 更能夠感受到 我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像他們 我不知道這是目底的差別還是壁畫的差別 應該是目底 就是它這個都是挖進去 對 然後平的 對 比較平 對 比較平 那像我們現在現代笛子的劍 對 我覺得它是高起來的 對 就是這個跟開紅壁口有關係嗎 沒關係 就是因為我們講過木頭底的管身比較厚 比較厚 它可以做這個平面 可是金屬底它做不了這個平面 當你挖的時候它就是一個凹面 所以你必須讓它 它凹 它是一個凹面 是的 對 像這個是它可以刻進去 對 它有厚度 它可以刻進去 那金屬可不可以做到這麼粗 但你要可以舉得動 而且你要付得出錢 問得好 就是 問得好 那為什麼金屬不做這麼粗 有啊 有啊 有做 鋁合金你忘記了嗎 鋁合金的 鋁合金就是這樣做 對 你有吹過 有 有 那個 對 許爺有一支鋁合金加油 感覺怎麼樣 也蠻有趣的 像木頭 像木頭 就是會有這種厚的感覺 對 所以我們現在這種金屬底 你這個管壁會 那個震動其實就是會比較 會變得比較快 比較敏感 然後它就感覺上會好像比較亮這樣子 是這樣嗎 有時候我倒不會這樣一概而論 因為有時候金屬的特性跟你的製作的想法會改變它 因為好像早期的金屬底它吹起來像木頭 對 對 那個是他們的想法 包括一開始設計跟條件他們的導向 然後有點像這一把就是很像木頭 對 這一把很好 很特別那個吹透 也就是說我們從歷史上看這個過渡 事實上歷史上是先有木頭底才有金屬底 對 因為牆壁是木管 對 然後終於 終於 終於找到它的吹仙的感覺 對 祖先的感覺 對 然後在那個交界年代 金屬底剛出現的時候 他們其實要保留木頭的水 那這種保的方式很多種 像貝母就是 頭拔它用金屬的頭 所以它有木頭的聲音 所以你看貝母的底子很多都是木頭 然後底子聲 其他樂器像這一家的話 他們做的就是 這個裡面是用木頭 它是金屬包木 這個鼓起來部分是木頭 水頭吹去它是木頭的感覺 對 它裡面包了一片木頭 一整塊木頭 一整塊是木頭 就等於說跟這個一樣 把這一塊 好像只把這一塊切起來 裝上去 對 當然也有人就是直接挖出來放去 就沒有包起來 可是就是視覺跟你的要求 那這裡有一個是木頭包金屬的 木頭包金屬是這個 這個又是不同的做法 這個叫Liner 就是說 事實上它是木頭在外面 可是裡面是 類似一支銀吹頭 裡面有一支金屬 這樣它這個年代的要求是要更大 更響亮的聲音 再交響樂場跟大的演奏 聽演奏的 它的設計又不太一樣 然後這個是因為變成金屬 可是想要追求木頭的聲音 所以都是時代的需求 對 就是說當時製作者他的想法 他想達到什麼目的 然後根據這個設計再做出來 所以以前的想法 比較沒有什麼開孔閉孔 其實 他們其實就是都 以聲音為一個 對 可是我們現在的長笛的話 蓋許先生問我們 那我們現在問許先生好了 如果現在給你買 你要買開孔還閉孔 你買現代長笛嗎 基本上 其實你看我帶來樂器就告訴你了 如果你們到我家看你就知道說 我開孔的比例非常小 其實我買開孔幾把的話 都是有原因的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這個是剛好有過渡 我認為有一個歷史上收藏的過渡 因為這個笛子本身也很少 他證明說原來開孔到這個時候 是因為從這演變而來的 然後剛剛這一把 對 這一把是他的 應該說他的兄弟 他比他更早三年做 這個 這個比較早 對 比較早 三年喔 對 你這樣也算得出來 他上面寫的啊 我幫你看我幫你看 我幫你看 我幫你拿眼鏡下來 他其實以前的古董常理 這邊都會刻很多資訊 牌子啦 然後地址啦 年份啦 對 他的身分證都在上面的感覺 那誰做的誰負責嘛 是是是 然後你要去住地址 找得到這個製作的人 對 因為老實講 法國的古藏底 440的非常少 喔 所以 就像我剛剛講的 只要是那年代的43 我就不買了啦 因為沒意 所以拿得買那把42的 是 所以你去買的時候 你是怎樣拿出調音器 還是問老闆 老闆這是 一般來講 我們會 像你們買東西 一定會尺寸嘛 你把尺寸講給我 喔 尺寸就是說 不變的真理 你今天尺寸多少 就是多少pitch嘛 但是騙不了人 對 他是最專業的東西 可是他 不是可以透過 調整前面的這個部分 來改變他的音準嗎 那個部分就是所謂的微調 但是我說的 尺寸就是第一個 你的音口位置如果對的話 那就是對了 因為你43的pitch是比較開的 440是比較窄的 OK 那這尺寸你如果了解的話 就會買到440了 甚至你想買更高的445的 再更急一點 對 是這樣子 我開孔的大概 總共買過大概不到五把 是他真的就是整個 比例上面就是少很多 二手市場非常多 但是440的 442的非常非常少 比日本進口的還少 那大部分是什麼音準 435 435 都是435 頂多近一點有到438 那如果是那樣子的話 他們就是 因為這一個ring key 它是圓錐型的 對 那所有的ring key 都是圓錐型的嗎 那個年代的是這樣子沒有錯 OK 因為那個年代就是這個設計 這個只出現在法國 Racing跟ring key 在一起的時候 那時候 英國有做一些 德國 德國好像就沒有了 德國不愛 德國我倒是很少放 我說英國也有少 但是比較大量是在法國 因為這本來就屬於法國 那英國那個有可能是英國有的 會研究或者說訂購的 跟它特別訂的 所以量很少 所以它原廠地是在法國 對啊 我覺得現在open hole這個事情 尤其在台灣 可能現在我們在市場上買的時候 的選擇真的會變成open hole比較多 這是我覺得可以考慮的一點 其實像我最近吹比較快的形式 我就發現說open跟cross就出來了 什麼差別 你今天吹快的時候 然後你close hole你可以很放棄 比較平均 可是open的時候有時候你會怕 尤其第一有時候你壞的時候 像我來臉我就覺得有時候挺困擾的 就是手指要對得特別的準 是 然後還有offset跟in line的問題 可是你如果像我演奏這個 就可以避免到這個問題 是 是 沒錯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真的要談到音色的平均的話 你們可以試試看 在open hole的有幾個音是比較不準的 音色上的不平均 泛音上的不平均 泛音上的 泛音上的 對 你這隻是什麼 你這隻是誰 哈密格 哈密格的 哈密格爺爺 這隻也是哈密格 對 這個純電油好特別 而且他們 其實他們家都有這種滑箭 都有這種滑箭 其實德國有些 一直都有這個 他們的傳統 有點是 就是有點是標配那種感覺 對對對 因為鼻子比較不會出油 是不是這樣 這個 因為這個在其他的品牌 有時候是要加錢才行 想到錢就 對對對 這個按鍵的設計上面 倒是有蠻特殊的東西 對 我看它這個也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這是什麼 調整螺絲 長在那裡 調整什麼 調整高度 有時候它會微調 鍵的高度 它怎麼調是這樣用酸的 它是圓圓的 因為我也看不清楚 所以是用轉的還是用 用一字起是轉的 太小了 太小了 這把我已經把它改成無調整了 真的 你可以改 你可以把它改成無調整 就是我把螺絲針全部跳開 我就是電到好 你就不用調了 你看它這裡也有一個調整螺絲 我們通常調整螺絲都在側邊 可是它這一支的調整螺絲 都還滿片的 有沒有辦法被大家看得到 就是一個 這個太細了 對一個非常細微的一個黑點點 相對來講 那個年代做調整螺絲反而比現在困難 我們現在供應很簡單 可是在當代是不好做的 當代是非常高級的配備 也可以說比較難 真的嗎 可是你知道我小時候 其實做了一件蠢事 就是我的初學第一次唱禮 然後剛上完課當然很寶貝的 第一堂課第二堂課 然後就吹不出來 那悲劇 那悲劇 鎖死 可是現在已經沒有這種東西 我現在看那個初見好像也沒有 好像也沒有這樣是不是 有初見通常都會做 我們為了出場調整方便 可是不會遇到我這種小孩嗎 應該很長嗎 有 現在小孩沒那麼熟 你不會動 是嗎 現在小孩老師他壞掉 就直接給老師嗎 直接給老師嗎 師傅就轉轉看 老師就轉他 我有一次在法國趁他音樂營 然後我的學弟他就拿了 某廠牌的樂器給我 然後他的螺絲 就是這裡面的螺絲 他是這樣拉出來 然後他覺得他拉出來 他就裝得回去 結果發現又裝不回去 所以這個都是學問 對啊 對 都是學問 可能拆長題就要先學個幾個樂 對 是的 對啊 看你有沒有基礎 像我們有許利公有基礎 就是我自己猜 會知道了 對 我好想看 確實在 我會知道 你會知道 你會知道 是 有